新冠疫情改变了家人的消费模式 有研究发现有55%民众计划减少购买非必需品 这项在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和德国进行的安永未来消费指数显示 70%消费者在疫情爆发初期对商品的喜好并没有转变 但随后开始有变化 从名牌到高科技产品 过半数消费者不再追逐潮流并降低非必需商品和服务的开支 研究指出疫情爆发后基本上有四种消费形态 最多数是占35.5%的储蓄及囤积型 这些人比较保守 关注家庭和较长远的情况 当中37%花更多的钱购买食品杂货 73%减少购买衣物 80%减低奢侈品消费 27%是大刀扩服型 他们绝大部分是45岁以上 当中25%因为疫情而被暂时或正式解雇 80%大幅减少消费 有60%更只是购买必需品 25.2%是保持正经型 如常生活 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消费习惯 当中16%购买更多食品杂物 但与其他消费开支比较 依然是花费最低的类别 34%减少购买衣物和鞋 12.3%是属于消费族 他们绝大数是18至44岁 包括迁徙时代和Z时代 也最关注疫情 当中57%大幅增加购买食品杂货的开支 9%花在义务的开支增加 更有29%购买奢侈品 有51%认为品牌最重要 全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网购 无接触交易 以及重视对环境的冲击 均影响跨国供应链 有55%的消费者采用无接触付款 以及无接触购物和送货方式 日用品和杂货的转变最为明显 41%在疫情前极少亡购的人 现实上网买日常食品杂货 成了家庭的第三大开支 调查还发现 有54%的家国消费者 最关注是否负担得起 其次是占47% 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与健康和安全的占40% 消费者也越来越关心 产品来源地 生产方式和原料 以及真实成本 优优独播放 列表 最后